回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310回圈公式计算 这一题一样是要做回圈 只是说用哪个回圈比较适合 如果以前面讲过,如果它有个范围的话 那当然用for回圈比较OK 以这一题来看,我们可以看到 关键的地方其实就是在这个n 这个n的话,意思是说它要跑几次的意思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n n的话,它的值是从2开始 意思是说从2到n 那我们假如说要把公式带进 就是把公式带进 你会发现这个有个固定规则 也就是这个加上这一个 那实际上就是一个累加的概念 也就是计算完的结果 先把它存在一个变数里面 也许就ns 存完之后的话呢 那再换下一个换下一个换下一个 所以基本上的话,我们可以从这个公式里面看到几个重点 第一个的话呢,它的范围一定是for i in range 从2开始 有没有提到那个mass.sqrt呢 假如没有的话呢,其实你可以用这个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乘乘0.5也可以的 或者你可以用mass,前面好像有同学问到mass.sqrt mass.sqrt就是开根号的意思 所以如果根据题目的要求 所以如果根据题目的要求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我们逐一的输入8 可以得到这个结果 反正这个8意思是,这个8其实是n 所以第一个的话 假如说我们要把这个结果给做出来的话 第一步我们一样 假设imput mass 后面因为我们会用到mass.sqrt 所以这个部分一定要做 ok 那第二个的话呢 这里的话干脆叫n好了 因为呢 我们这边的它的题目里面 用的就是n 所以我们后面的话呢 就是让它输入一个数字 并且转换正整数 转换成,用int转成整数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让它跑什么 跑一个for回圈 for i in range 那这个range部分的话呢 我们基本上 必须要从2开始 那为什么从2开始呢 那各位可以看到 根据那个题目要求 从2开始到n停下来 ok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是到n停下来 所以应该是n加1 ok 因为stop 那所以应该用n加1 那step不用 冒号一下 我们就确定说呢 它的范围在这里 就是 它需要的 从哪里呢 从2一直跑 跑 跑到n为止 那公式部分 各位应该可以看得出 其实都是一样的 那各位可以发现 虽然这个地方 因为1没有开根号 不过理论上应该要开 为什么 因为其实1的开根号 结果也是1 所以基本上理论上应该是 你看这个会比较 比较 1除以 开根号之后的2 加上开根号之后的3 那这地方怎么去叙述呢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程式里面写的方法 所以底下就是要把那个公式带进来 那那个公式部分的话呢 我们基本上 当然如果将来考试的时候 它会给你那个题目 那其实你那个题目 其实是可以摆在旁边 等于是说 它有点像 你照着这个 照着这一个 题目基本上来做 就基本上没有问题 那只是说 它怎么怎么写 这个 这一个公式 那首先的话 很简单 1除以什么呢 开根号之后的那个1 那1的话基本上 跟i的值 刚好相差多少 因为我们是for i in range 从2开始 所以前面这个值的话 刚好是什么 i-1 所以呢 如果我要开根号 开根号的话 刚刚有提到 你可以用mass 点什么呢 里面有方法 叫s sq 如果你 你记不起来那个函数 你点下去之后 你打个s 它这边也会出现 这边有sqrt 这个就开根号 然后呢 这个1 刚好跟这个i相差1 所以我们在这边的话 可以把它改成 i-1 ok 然后再加上 加上什么呢 加上这一个一样 开根号 然后呢 刮虎里面的话 就不用-1 就是 等于放个i就可以 所以我把这个复制过来 然后把这个-1拿掉 ok 好 那基本上的话呢 我们等于就是把这边的公式 把它写出来了 那写出来之后的话呢 另外还有一个部分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做完之后 换下一个 那中间会不要累加起来 累加起来 所以如果要累加的话 前面我们有做过啦 也就是说呢 我们再增加一个 可以让我们累加的一个变数 那累加变数 我们前面 一般我们都用ANS 预设值等于0 那我可以怎么样 如果你要累加的话 你就可以在这个公式前面加一个叫ANS 等于什么呢 ANS 自己本身 再加上后面 的计算结果 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 就 几乎 快要完成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的话 如果呢 这样子 把公式写出来 累加起来 那只是说累加完之后 最后它要我们输出什么 输出结果呢 就把最后的ANS 给print出来 但是它有一个重点 就是要取到小数点的第四位 小数点第四位 但如果你直接输出的话 可能它后面不只是四位 所以如果我只要取到小数点第四位的话 那我们可以再增加什么 把最后的结果计算完 帮我print 那print如果说我要取到小数点第四位的话 那我们就什么 用format来做好了 ok 那format的话呢 还记得吧 大瓜糊 冒号 点 之前是点2f 现在因为要取到小数点第四位 所以点4f 那这个就是取到小数点第四位的格式 后面加一个什么 点format 点format 其实你打一个点f 它其实format这个方法也会出现 然后刮糊一下 再放个什么 把ANS放进来 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把最后的计算结果 帮你取到小数点的第四位做输出 ok 那理论上呢 我们就把这个程式给写完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呢 该最后做答之后的结果 看一下呢 有没有符合它这个要的最后的结果 那我们其实可以拿这个输入输出 来试试看 那一样把它执行一下 那输入的话呢 一样我就输入8好了 如果输入8的结果 得到1.8284的话 那理论上应该 这个做答的结果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 来 输入8 Enter一下 诶 那如果你得到的结果不对 你要说 19.324 不对啊 为什么跟这个结果 那表示 我们的 这一个公式里面 应该是有错误 那所以我们再检查一下 这里面的话呢 有哪些地方呢 出错 看一下 对 因为 理论上应该是什么 先 他会先乘除 再后加减 所以理论上应该是先把 这边这两个先加了之后 再跟前面除 再跟1除 所以呢 记得 这个地方 加的部分呢 记得前后 一定要怎么 给他一个刮弧 因为如果没有刮弧起来的话 他就会怎么 先把前面这个的结果 跟1 1除以后面这个 出弯之后再去加 那就不对了 所以特别注意 刚刚的错误 应该是发生在那个刮弧度 所以这里一样 就是 先加的部分先把它刮 刮完 我们来执行一下 理论上应该是这个错误吧 后面应该没问题 执行一下 输入8 Enter 如果Enter的结果呢 假如是 题目要的1.8284的话 那表示 理论上应该 就 没有错误了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 好了 另外的话 除了说 Math.sq 假设 因为题目里面没有 特别强制 一定要用 Math.sqrt 其实另外还有一个方法 我在云端上面 也有放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什么 乘乘什么 这边有个乘乘0.5 这个也可以 只是说了 我还是强调一点 就是说方法很多 但是你一定要找到一个 你觉得最习惯的方法 那个方法是最不容易出错的 而且你最不需要去 最特别去记什么 很直觉的 OK 那你就用那个方法就对了 尽量不要去用 你自己都觉得很 别别扭扭的方法 但是相对 当然不是好方法 所以如果你觉得 乘乘0.5 这个你可以接受 那你就用乘乘0.5 但如果你觉得 好像用不习惯 不然你就是用Math.sqrt OK 试一下 我把画面再还给各位 试试看 先把那个310的题目 稍微看一下 那 再来的话就是 利用那个 其实 这个题目里面有的一些提示 那分别就是把那个 他需要的结果把它做出来 这样就大功告成 那你会发现 刚刚这一题 跟前面的 几题好像蛮多是雷同的 你会发现都是 用for回圈去做雷加 然后用format去做 取得小数点到第四位数 大致上好像很多地方都是雷同 所以你基本上就把这些 固定的模式记熟 我想基本上要把这个 考试通过 应该就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情 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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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